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雅虎日本首页输入Makio立刻跳出一大串搜寻结果 全都和这起负面新闻有关 案件到底引起多大关注 连向来走严肃财经报道路线的日经商业网络新闻 都以专题报道 Makio喝到烂醉有人还欧伤司机的事件 恐怕会影响台日间的关系 报道内容还批评 Makio出席记者会露肩衣着很不得体 道歉也缺乏诚意 日本NNA新闻网的报道 提到当时车上另外还有两名共犯 分别是鸭子和香饮 日本Record China则引述台湾平面媒体 谁到事件发生之后 Makio昔日的艺人好友们 包括大小S都保持沉默 与他做切割 台湾社会反Makio的情绪高涨 整体事件的雪球效应是否会让台日关系产生唯妙变化 日本媒体同样关注 中文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媒体用大篇幅的这个报道 那么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呢 其实的确一个计程车司机在外面 你要这样子跑呢 工作时间是越来越长 而且呢是赚的越来越少 非常的辛苦 但是呢就只为了一个105块钱的车资 结果呢被拒绝支付 甚至呢还被人打趴在地 进了家户病房 那么的确是让人看不过去 那么也因此呢才会引起台湾的民众 这么样这么样大的一个关注 那我们今天其实呢 刚刚也讨论到了在案情的这个部分 其实还有六大疑点 这个真相有待厘清 包括Makio到底是不是有要求飙车呢 所以开快一点呢 那鸭子那时候有这样讲嘛 那司机的家属呢 就还说这个Makio呢 哦一上车啊 就趴在那个驾驶座椅背上 还猛踢驾驶座 说快点快点啊 这个司机家属也是这样说 还有车钱你为什么不付呢 还有挥到了胸 还是只有推到肩呢 另外Makio有没有叫唆打人呢 这个要查 还有日本人有记 他是不是有用他的脚 去踹司机的头呢 还有鸭子相迎 为什么一开始神隐呢 那么后来才出来 我想这个部分的确也被点出了 许许多多的疑点 那重点还有一个 就是刚才其实 我们在上一个小时的时候 这个赖素律师有特别 我有请教您嘛 就是说到底现在目前 这个灵性司机的 这个家属这个部分 因为就传出来说 有记轮会他黑道背景 所以说用黑道的这个方式 来去瞧瞧事情 那当然这个是不是 家属就有点怕了 说啊 堵到这块人 会恐惧 你可以谈一下这部分 因为我今天晚报 也下了一个蛮大的一个标题 就是说 被欧运降七遭黑道恐吓 打了一个问号 我觉得现在目前应该是没有啦 只是说 在当时的时候 有这样听闻 所以对一个受伤的太太来讲 那当然会非常的害怕跟担心 不过我觉得这整体的事件 是应该谢谢非常多人的协助 媒体 网友 还有很多的好朋友 大家相挺 让林太太感觉到说非常的温暖 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 担心害怕的程度 应该会稍微减弱一些些 其实刚刚其实你也讲到 蛮多的一个几大疑点的部分 那我特别再提到 你刚刚有六大疑点的部分 那个再秀一下好吗 是 车子为什么不负 还用脚踹头 挥到胸 推肩膀 好像第六个部分 还有第六 鸭子相迎为什么神隐 对 这个部分我觉得想要再说明 因为那时候我们一直以为 她是日系的女友 然后所以说比较没有去 去讨论说这两个是谁 那应该是在前天那时候 后来大概就是说警方 礼拜一的时候 检察官发出传票 邀请他们去做笔录的时候 我大概比较早一点知道 原来是台湾的艺人 我那时候其实情绪也还蛮激动 因为我只是觉得说这发生到这么久的事情 已经费费养养讨论了三四天 那你们也知道这个事情 为什么当下第一个时间没有出来 做一个说明或一个致歉 那不过我后来又看到说 其实鸭子也有去做一些劝阻 那也稍微觉得说至少还有一点点的良知 不然把一个人打到趴 可能都奄奄一息 你还能够安稳的回到家睡觉 这个也是还蛮离谱的 那其实总化言之 我觉得这整体的事件应该是在他们 为什么这是引起这么多人的愤怒跟关系 应该他们第一次的礼拜六那个记者会 礼拜六那个记者会感觉是在做司法的准备 好吧 因为一般以我处理这么多 这种打人或车祸的案件 其实被害人都是弱势的 如果一旦一定要去走官司打诉讼 其实好吧 最后荣获我赢 那你这个不赔钱你又怎么办 所以打官司是旷日费时 又很费神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般的被告有钱有势 那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讲 他是比较弱势的 那所以他们当然采取比较高的姿态 因此在他声明稿里面 都是在为了诉讼做准备 可能是我为什么打你 因为你习凶 然后你如果你也有附欧 不是只有我打你 你这个灵性司机 你也有踢我 你有干嘛 我也有验伤证明 如果说不和解的话 那我可能要对你提起告诉 都是这样的言语 因此导致社会大众 才会有这么多的一个愤怒 觉得说你打人了 又不救人 你还找这么多合理化的理由 我大概整体事件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不过我们真的还是觉得说 除了还原事实的真相 我觉得像刚刚我 艺人我没有认识的很多啦 不过在那天礼拜天跟 这个马基尔见面的当中 我觉得好像真的就是 那种傻大姐那种个性 那只是觉得说 你今天已经发生这个事情 整体事情我看到他们 大概是觉得 这三个女孩子也是小女孩 他们觉得说 啊怎么会变这样子 他们可能轻忽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有一个人 因为这样的行为 他在医院 而且是在家务病房 倒下没有出来 这可以算是人命关天 不是你们喝酒啊 饮酒作乐 嘻嘻哈哈就完了 因此我是觉得说 态度的轻忽 以及事后没有认错的那种态度 导致对于他们演艺生涯 承受最大的危机 这个案子 其实如果到 检察官去问了那个司机 然后又开庭的话 你知道检察官会怎么处理 他会劝你们和解啦 检察官也会劝你们和解 那如果检察官照程序来讲 都会劝你们案 你们有没有和解的可能 如果这样一讲的话 我们能推论说 检察官在帮日本人吗 可以不会这样推论 不可以这样推论啊 因为检察官任何一种 这种高速男人的案件 都会希望你们能和解 条件谈好了就和解 这个案子 我们不要把它无限上纲 因为对错是很清楚的 那这些人他就是 其实 他们是这个造势逃逸 他们不是造势逃逸啊 打人逃逸嘛 打人逃逸之后 因为他们演艺人员 有些两个人审议 都跟我没关系啊 我会当当委住室 他们当然不希望曝光 那这个案子就是说 已经曝光了 你没有把它处理好嘛 你这个重点不带法律问题 是社会观感的问题 你要处理 就要让社会觉得说 你做错的事 因为你喝醉酒 你打人就错了嘛 但是你事后的态度是让人感动的 这个就大事化小了 那现在我们也不要把它小事化大 就是说好像说 哦 这些人都 日本人一定要来欺负我们台湾人 欺负旅行车司机什么 不要这样讲 要公平来处理 赔偿进而适当也是一种公平啊 打官司法官良行是不是适当也是一种公平啊 就是我们就把事情把它大事化小嘛 不要因为艺人一直扯扯扯 要扯多久 那那机车撞死人跑掉了 报纸有的根本见不了报 这个有比它养子吗 有比它更严重吗 好 我们休息一会今晚告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讨论